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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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观众 日日好生活的时间了 Kinky 想问你 有没有想过自己十年 或者二十年 甚至近一点 五年之后会如何呢 五年之后会如何 不知明天会如何 那是对的 现在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八十后 九十后 通常都没有想到那么长远 而且科技又很发达 很先进 如果你要跟别人沟通 通常都有些社交网站 或者电邮 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十年之后 突然有一封信 收到回来 跟你说一些未来 或者是十年的近况 或者是我寄封信给你十年之后 你会不会开心呢 当然是开心 而且是惊喜 究竟封信会写什么呢 封信会写什么 就不是重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有人 可以 将一封十年之后 给你的信 寄到你手上 那一定是很开心的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朋友 上来和我们 说一下这么有趣的 时光漫游服务 他就是在我旁边的Johnson 你好 你好 我想和Kinky也八卦一下 其实这个时光漫游服务 是长远的 甚至乎我们现在寄信 可能一天两天 甚至几天才会收到 但你帮别人寄封信 分分钟是十年和二十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出来 其实这个概念不是原创概念 其实是在中国大陆 首先出现了 我们也是看报道 看到有这样的 在上面叫做漫游 我们旅行到香港 我们就叫做漫游 其实就是帮你寄了封信 就像一个时光隧道 你寄了封信去未来 去穿过隧道之后 某一天你就可以收回你的封信 通常写信的人 你又知道吗 其实我们没有特意去 我们一方面也不会看 客人的信 另外也没有特意去考究 但也会跟客人聊天 有很多会寄信给自己 也有可能情侣 一对情侣进来 互相寄给对方 也很开心的 看到他们寄的时候 我认识了Johnson 我认识过 如果我寄信给自己 可能给三十岁 或者是给几年后的我 可能在说的当中 是有些减肥计划 或者是女孩子有些梦想 就是看能否能够出 你只想寄封信给自己 等待日后收到你能够出 是的 如果看到的时候 还未能够出 就要警惕一下自己 如果Tinky 给你寄封信给自己 你打算写什么 我会写五年后 究竟我会否还继续做节目主持人 我想到时候 你不只做节目主持人 应该还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所以放心 放心 不如你寄封信给我 就看五年后 和我还是否拍档更好 好 也可以 但又要问一下Johnson 你觉得 因为我知道你 本身是一份正职 当初有这个概念出来了 要帮人建一条 这么漫长的时光隧道 去帮人寄信 其实很有困难 你自己有份正职 又要兼顾这家店 这个服务 是的 也是会辛苦的 但是 只不过当日 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趣 而且 事情一方面很浪漫 一方面也觉得很有意义 你是帮人去保留一些回忆 将来的回忆 都想试一下 不如试一下在香港 去试一下推行 看我能否推出 但你知不知道 这个构思之前 我不知道这个方法 我在电影当中 我会看到 人们写完希望 或愿望 藏在瓶上 放在沙滩 或藏在的地方 其实这个方法 和现在你构思的方法 都是类似的 不过我所说的 可能是犯法的 是的 或者是我的方法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就试着和一个朋友 就有一本本本作 用回忆文字 跟日记nię 每一星期我們就交换 写 elét 我今了一星期就写 它会为第二个人回敷 你们觉得你这个徒宣服 帮助人家的時光漫游 是否可以像我和金奇的概念 其實 eine方法 都不相同 或者好像很多電影都曾經有做過 甚至去年尾也有一套電影叫做《穿梭少女夢》 就是在說主角他七歲的時候寫了很多封信給他四十歲的自己 那套電影是Sophie Maso做的 就是在說這件事 本身的概念就是一個好像時空交錯的概念 在裡面就是幫你保留很多東西 好像你說說你埋在沙子裡就是犯法 或者就算不回去你可能被人挖掉 但我們可以幫你好好保存這份回憶 到某一個日子你指定的日子我們就可以寄給你 我想問有些客人都會很疑問 如果你的店鋪結束了怎麼辦 那我的封信又寄不到 那怎樣呢 其實也有很多客人問過這個問題 始終香港的轉變很快 我們也跟客人有一個保證 我們是很重視一個承諾 因為本身我們幫你保存這個回憶 這封信去到一個日子 其實這是一個承諾 我們很重視這個承諾 而且我們在整個流程上 都會給予很多保障顧客 譬如我們的信 都會放在銀行保險箱裡保管 盡量不會有遺失也不會有損壞 另外每一封信都會有編號 也會將其中的資料全部輸入在電腦裡 我們便會按照電腦的資料 去幫你寄信 所以盡量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都希望保證到封信可以寄信出去 這種承諾真的很大 當然了 聽到Johnson這樣介紹這個服務給我們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始終在北京內地 是他們首先去做 有一個技術 但其實說回來 在香港也算是第一間 去做這件事的人 第一個這麼有承諾 可以給予我們的人 因為說真的 好像Kinki剛才所說 明天的事都不知道 還有人敢在我們面前 跟我們承諾十年二十年之後 會幫你親手寄一封信出去 給你想去給的人 或者給自己 其實很開心 但Johnson你有沒有想過 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 電郵、社交網站等等 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跟人聯絡、聯繫 甚至你有什麼想跟他們說的 都可以表白 很多東西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麼多新科技 已經蓋下你這項服務 其實 的確是有少許倒轉後走的 因為現在大家 我相信 你會用鍵盤 就比用筆多了 但其實我們反過來 就是想推翻這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親手 拿著筆去寫一封信 或者寫一張卡出來 因為你親手寫的時候 裡面的筆跡 裡面的各樣東西 都是很原創 很DIY 很有你自己那一刻的紀錄 那些就跟你在電腦裡面 那些很不同的電腦 全部都是細明體 標誡體 每個人都沒收 自己的筆跡 是的 筆跡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開心和不開心 可能你的筆跡已經有不同 那你那封信出來的感覺 也會有不同 開心的時候 可能寫一封信 那些字會比較輕調 全部都有勾 不開心的時候 全部都很重 或者畫畫畫畫 Johnson有一間這麼有趣的店 其實因為 比較新鮮 沒有太多人知道 很多人都可能是逛街 或者經過 或者口傳耳 聽到朋友說有這件事 好了 一個人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去到你的店 要求你寄一封信給十年後的他 那他們可以怎樣做 去到你那裡 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們店 除了做這個服務之外 另外我們也有賣一些卡 寫一封信紙 甚至乎是信封信紙 都有的 我們也有提供一個很少的地方 一個小桌子 讓人可以即時在那裡寫信 立即買一張卡 買信封信紙 立即寫信就可以 很方便 謝謝 我們可以逛街 有空想 有些事跟我說 不敢開口 你可以去問Johnson 寫下 正常的信封信紙 最快 2時至11時 我帶你來 幾天都可以寄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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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正常的 可以寄到 除了Johnson店鋪 有信封信紙 帖子 外 也有有趣的東西 放在店鋪 就像我手上 這三本這麼可愛的 留言寶 裡面真的很有趣 裡面是有很多 剛才我和Kinki 有看過 裡面有很多 不同的客人會流的說話 要問問Johnson 為什麼會放這些寶寶 在店鋪給人留言 其實是 真的想做一個橋樑 即是跟客人有溝通 當然客人在那裡寫的東西 未必跟我們說 但真的想大家可以寫下一些東西 例如來到這間店鋪 他可能有些特別的感受 或者那天發生了某些事 他可能很想記下 可以在留言寶裡留言 跟我們說 或者自己留下 有些甚至乎自己寫完 然後就叫朋友 你自己上來看 真的有 有些是回頭 特意走上來 在那裡揭 他寫給我 也有很多 找這些寶寶的全程 對 不過其實也有困難 因為我自己以前 有寫日記的Kinki 其實要找一本 我會揭開給大家看看 我會見一下看看 裡面真的有很多客人留言 說公仔 很顏色的 其實一本寶 你不要看它這麼普通 你要找這本寶回來 真的很難 是不是找了很久 都找了一段時間 要找到一本合適的 對 因為有希望封面的感覺 又又窩窩地 我們希望裡面是黑色的 不要有間線 現在外面很多寶 都會有間線 那就比較難找一點 過往有很多客人找你寫信 有沒有比較有趣 或者令人難忘的客人 例如去年 試過有一個男人 我想未夠三十歲 金山 他經過而已 他不知道有這件事 經過這間店 我們介紹這個服務 他已經走過了 突然走回頭 進來買了一張卡 寫 然後我們跟他談 你這麼有趣 你寫什麼 原來他就說 他去年年尾會結婚 他說 我想寫給我未婚妻 叫我們在結婚那天前記錄 因為他說 這段時間 搞結婚 好像有很多爭吵 跟未婚妻 但其實他也想跟他說 雖然有很多爭吵 但其實心裡 都很喜歡他的 我聽到也很感動 對 其實做這件事 這麼有承諾的服務 的確幫到別人 自己很開心 今天我們很開心 找到Johnson 上來跟我們 談談時光漫遊 又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 一個渠道 可以留回回憶 給自己 未來的自己 或者給家人 或者你愛的人等等 今天很開心 請到Johnson上來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找你上來 跟我們聊聊 說多些不同的有趣事 給我們聽聽 好嗎 今天謝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 來吧 Sweetheart狗仔美容院 游泳獲升級染毛大賽冠軍的 升級美容師 Suki Lo主理 絕對是你小狗最佳的 扮靚選擇 預約熱線 2320 0560 快點帶你小狗去扮靚靚吧 整天出去吃東西 這樣重下去 不是辦法 有啦 要找密堅時福康服務中心 他們現在推出 3個月體重控制計劃 保證由註冊營養師 一對一更準 再你3個月至少減12磅 原價3800元 現在特價都只是1980元 還免費贈送 720元的三合一脂肪磅一個 你要減肥呀 立刻打2180875啦 經絡風空療法 以中藥捱咎 刺激月位疏通經絡 使皮膚增加彈性緊緻 現在參加可以398元試做 感受原價880元的風空效果 電話23688918 你神彩美容啦 你神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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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A 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 plus的Logo 這個時候 按入A plus的Logo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 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 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3 3就會轉成Install 按按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 plus的Logo下面就會顯示正在安裝 只需10秒鐘 你就成功下載啦 你可以立即用A plus 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 我們精彩的節目啦 還有啊 留意我們A 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你連結 還不快點拿你的機器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啦 各位觀眾 相信你和我 而小時候都會擁有很多玩具 Cece啊 你小時候 你擁有甚麼玩具呢 我小時候 因為有個姐姐 玩甚麼都同一齊 最喜歡的女生 當然是玩一下BB 或者是煮飯仔 不過我玩煮飯仔和BB 都很好笑 我試過把真的食物 放進假的煮飯仔 那你就被媽媽罵你了 因為媽媽沒有你 有你才會發揮 而且很有趣 煮完就會跟姐姐一起吃 玩BB就更可愛了 我會把BB的頭髮 打算幫她修剪一下 打算幫她轉髮髮型 等她遲些留長 怎料剪完之後 才讓姐姐告訴我 BB的頭髮是不懂得刪長的 這麼搞笑的 你會幫她化妝 用顏色幫她畫臉嗎 那倒沒有 我以前真的不太會幫她 扮漂亮 最多幫她剪頭髮 對吧 我小時候 因為我爺爺 會帶我去中國的白貨公司 即是以前舊式的白貨公司 會買一些積木給我 當時都是我一些 很好的童年回憶 你知不知道 以前小朋友 尤其是男生 也喜歡玩甚麼玩具 我小時候很少跟男生一起玩 我猜男生可能是 組織積木 組織模型 對 對了 這些玩意 現在的男生 就算大了 都會玩的 讓我Kinky 帶你們去看男生的玩物 要研究男生喜歡玩甚麼 我就要帶大家去這間 遙控模型專門店 找老闆Sam和他聊天 一邊介紹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輛是甚麼 這輛會不會是一輛 走得很快的遙控船 沒錯 現在的玩具已經出到 充電式 甚至有手掣 有些人專門禮拜六日 假期等 一群人一起放船 我也見過 在西貢 有一個地方 會有很多朋友 約在一起放船 我看到他們的 那些所謂的模型玩具 原來都很厲害 因為我看到他們 走得很快 而且很足夠力 不像我們小時候玩的遙控車 撞到東西便會跌 現在那些便不會了 很厲害 對 船上 其實你知不知道可以 安裝針孔鏡頭 就可以拍攝所有環境 這麼厲害 現在真的可以 玩一下這些 就可以有出海 或者開車的感覺 沒錯 夏天 尤其是可以帶一些船 去放空 好 繼續去看看 這間店裡有很多車 有飛機 有直升機 所想的東西都會有 這些簡直是平常看電視 是澳門賽車的車 雖然我們未必可以 有那麼多錢 去擁有一輛賽車 但有時候玩一下這些模型 把自己的情有獨鍾 放下去 一直去玩一下這些事好 嗯 這些就是遙控直升機 近來很多人都玩這些款式 CC 我們不如出海吧 這架船 就這樣看 像真度 就像平常有錢人家 或富豪出海 或是我們看電影時 看到那些遊艇 不知真的以為是一張照片 原來真的是一個實際的模型 沒錯 其實這些遊艇的船 它的象徵度真的非常高 怎樣 有裡面的玻璃門 樓梯 扶手 對 對 我又覺得夏天 我們出海 去船P的時候 帶著一架模型船 一起玩 也挺有型的 對 除了玩船和車之外 這個是直升機 飛機 其實也有很多男生會玩 現在因為很流行 放這些直升機 在空曠的地方 你知道很多人玩嗎 不過香港很少地方有得玩嗎 老闆跟我說 其實玩這些都相當危險 好像這樣 假日 你去西貢 找個地方 隨時有些市民 帶著狗 又去公園放 其實隨時是很危險的 所以應該選擇空曠的地方 不 所以他們 就算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玩這些玩意 都會找一些秘密的地方 下次可不可以叫老闆 帶我們去這些秘密的地方 一起玩 當然可以 不過我們秘密進行 就不可以拍攝 但有一個地方 可以公開給大家 就是佐敦谷的遙控放車場 這麼有趣 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這個地方是政府特意開給大家 可以去拿著模型車 在那裏放的 對呀 又有些跑道 對呀 那裏會比較安全一點 另外放船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會猜到 維園 對呀 因為星期六日 都很多人會帶著我們 模型船去玩的 沒錯 介紹完這個 甚麼時候帶我去玩 甚麼時候 首先我們要先買一些模型 是嗎 對呀 如果買完模型之後 又不可以隨便放 那怎麼辦 駕車回去壞了的話 所有呢 真是問得好 老闆阿Sam 有跟我們說 他的售後服務 不如帶大家去看看 如果買了一些遙控模型車 其實阿Sam會在他的門口 做一些示範 教你怎樣玩 那我也安心一點 即是可以在門口 學一下車子怎樣去操控 然後如果車子有甚麼問題 可以立即找他幫忙 對嗎 裏面的配件 亦都應有盡有 你想把車子改裝也可以 直升機的加油也可以 真的完全遙控模型 又是飛機呀船 可以跟真的一樣 又可以入油 又可以改車 真的厲害 對初學者來說 可能買了一些模型 回去可能都未懂得掌握到 怎樣玩的 阿Sam在店鋪裡 會有一個電腦 有一個軟件 就是說怎樣去玩這些遙控飛機 只要買一個手掌 以及加入了這個軟件 便會在家裡 自己試鏈 對 那你沒理由 買一千多元 或幾千元 不等的飛機 回去便會這麼快撞爛 對不對 的確是好 對 不懂得玩的話 有這個軟件 有一個手掌 有一個手掌 這樣便可以先學習 然後才可以跟一班朋友 去政府 讓你去放模型 飛機的地方 一起玩 對呀 我覺得整班朋友 可能大家有些共同的興趣 你有沒有見過 有些車子 是一堆一起出巡 有呀 我平時有時候 星期六日 可能在街上 早期便會見到 有一班人 是共同嗜好 例如一班車隊 或者一班電單車友 便會聚集 在一個地方 然後便會整對車隊出動 最近我在街上便會見到 很有趣 都是一對車隊 不過是一對無形的車隊 他們還要在比較靜的馬路地方 一對車隊 在馬路上放模型車 我又覺得他們 不會太阻礙其他人 用這條馬路 不過也挺有型的 平時見到真車 那天便看到 一班都拿著手掣 整條都是模型車 那邊便很有趣 對呀 還有不同 有貨櫃 私家車等等都有 嘩 你知不知道 你說完之後 我也想買一架 你會不會去放 我又想約你一起幫我 Kinki 我想你送剛才的遊艇給我 甚麼? 謝謝 你先來生日 可以跟你一起去維園 一起放 最多我加入你的Barbie 好呀 希望我這個介紹 大家都會喜歡 吧 接著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